只是看了一眼身材火辣的女老师 男人的双眼睛射出了高温射险 紧一瞬就将目不点燃 莫名其火让同学疯狂逃窜 看着因自己而燃起的火灾 克拉克既慌乱又害怕 于是他连忙跑回家中向父母说明情况 可身为普通地球人的父母 对儿子的超能力知道的并不多 父亲连忙让克拉克回想一下是怎么发生的 一听这话父母经过短暂沉默 很快母亲分析出了一切可能跟荷尔蒙有关 但目前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于是他们让克拉克先别着急他们会想办法 可就在夜晚克拉克跟拉娜独处时 看着拉娜那绝美的容颜 克拉克瞬间面红耳赤心跳加速 紧接着他竟不受控制地发射出热射线 不一会的功夫就将墙壁烧出一条曲线 要不是克拉克强行平复心情 那么整个店铺都得给他烧了 可再一次超能力失控 让克拉克自责地躲在仓库 他害怕自己当时要是对准的是拉娜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看着因自责内疚到不敢看自己的儿子 父亲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于是为了让克拉克掌握好超能力 父亲给克拉克准备了练习的奖 但发动能力的条件毕竟有点害羞 克拉克请求让自己独自练习 随着父亲离开 克拉克只是脑海里回想起拉娜 结果双眼瞬间发射出了热射线 看着被自己点燃的稻草人 克拉克开心地笑了出来 最后在牺牲了五个稻草人后 克拉克完美地掌握了热射线的运用 现在即便不用回想起拉娜也能释放了